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SUM有幸汽車業務專員阿姿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台車就是日系小鋼炮 Suzuki的SWIFT 1.0T Turbo款的 它的等級是GLX 那現在目前新車已經沒有在出廠1.0的CC數了 所以現在目前就只剩下二手市場油而已 這種車在二手市場也非常少 那我們看到大燈的部分 大燈的部分它就是融合了 方向燈跟小燈 那它是做全車系的LED化的燈組 那它日行燈它也是LED的 鋁圈的部分就採用雙色的鋁合金鋁圈 那握把部分它駕駛座跟副駕駛座的門 都有一鍵啟動的按鈕 啟閉的按鈕 那現在比較流行就是做隱藏式的門把 下面後面的門它就是做隱藏式的門把 那尾門部分它尾燈也是做LED化的 後車廂的空間 是蠻深的 那我們看來這台車 2019年出廠的SWIFE 那它的目前底層數是 49,080公里 那它的 基本保養它都做得 非常的十足 雖然是沒有在原廠 持續做保養但是它有在外廠一直持續在做 正規性的保養這樣子 時間到它就是定期去做保養 那原廠目前也是還有保固中 方向盤它前面還有做兩個快撥鍵 然後再來就是看右手邊這邊 右邊部分按鍵它就是定速功能 音響的控制鍵之外 那下面還有做藍牙的功能 那頭燈部分還有做自動頭燈 不單純就只是行車記錄器 它還有後面的一些 影像然後有倒車顯影功能 都整合是在這個 那個行車記錄器上面 那 再來就看一下這邊 原廠的影音之外那下面還有做 自動恆溫的部分 那現在因為三代的SWIFE改款之後 它的 整體質感都提升得非常多 跟以前二代一代的 內裝質感真的 真的不大同 有一鍵啟動式的按鈕 就還是免鑰匙的 那再來看到它的變速箱 它變速箱系統現在就改成 六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ABS之外那它還有循跡繁滑的功能 然後全測器搭載的是六顆安全氣囊 安全性十足 那它的引擎是採用三缸式的 渦輪系統輸出 最大馬力是111P 在性能上面也是非常十足的 它稅金部分只要一年 排隊稅要來的時候只要 8640 非常省 那油耗方面的話 它平均 油耗是19公里 1公升跑19公里 所以非常省油 如果以小車代步要性能要安全 然後又要省油省稅 這款車 是絕對值得 推薦給你的 SWIFT 2019年出廠的 然後 它的1.0T Turbo的 的款式 那如果說我喜歡這台車的朋友就趕緊預約來電 這樣子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觀眾朋友就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實在就是 SUM M M